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而担心她的阿萱却突然触碰到她的肩膀 本人反应执着法术将阿萱给击飞了 好歹竹子伞被赋予了法力 于是阿萱竟然大胆地带在小白的天空中翱翔 可是却意外地被一条蛇给缠住 之后她前些掉入悬崖夺归了小白的发毡 可是当小白触碰到发毡的时候 却突然昏迷跌入悬崖 为了保护她的阿萱也奔不顾身地总身而约 可是就看到国师的手下缓缓地靠近小白 不会无功的阿萱利用地势解决了两个杂碎 好的小白只是陷入昏迷并无大碍 而清醒之后 她依然什么事情都没有想到 只知道这似乎是一个法器 而上面还写着保清两字 阿萱似乎听过这个地方 有一家座坊就叫保清坊 而对了养人后期的法真的由来时 捕蛇村却迎来的大麻烦 原来国师的弟子 从先前阿萱打败的两个士兵孔中得知 小白就在这个附近 于是国师弟子就命令这里的村民去寻找小白 以后捕蛇村将不需要交税 而且这辈子都不需要捕蛇了 这个承诺可谓非常诱人 因为捕蛇不必凶险 一不注意就有可能被毒蛇给咬伤 所以一时村民就泄露了阿萱和小白的相遇 只要村子已经不能回去了他们 并决定去到所谓的保清坊 看看是否能够有什么线索 两人虽然要舍不到一天 可是失去记忆的痛苦 就在阿萱唱起歌的时候 开始慢慢得到了治愈 他甚至给小狗都都赋予法力 从而让他能够口吐人言 一人一药一狗就这样快快地打到这 可是河如突然开始出现异常 龙物也逐渐变得越野越龙 前面一个船夫突然大帮小白 是个叛徒 最后变成一套巨貌 就这样扑向了阿萱 就在前进一发之际 小白同样变成一条巨网 将对方给杀死了 最后阿萱就发现小白身边 开始结冰 温度急速下降 他是为了保护阿萱 从而结合了自己体内的力量 而杜兜则狼狼着 让阿萱赶紧逃跑 这是一个蛇妖啊 可是阿萱就带着他 来当有一处破庙 生气的小伙 还将小白 轻轻抱在怀里 用自己的体温 传递给他 其实杜兜打算一个人逃跑 可最后 还是在小白身边也趴了下来 在神力恢复之后 小白根本不急得发生了什么 还约阿萱来调戏他 后在杜兜生气的指责他之后 他也才确定自己误会了阿萱 两人在信仰下坐在屋顶 长谈人生 阿萱说 根本不建议小白是个妖怪 其实人妖就一定要做敌人 而不能做朋友 在小白的身体 车离恢复之后 他们就来到了永州城 也在这里 找到了他们的目标 宝青榜 在这里 他们见到了狐妖 时间上 几乎所有妖怪的法器 都出自于宝青坊 在得知杜兜要询问 这个法器的下落后 他带着小白他们 来到宝青坊的核心地带 也查看到了这个法砖 可以吸收别人的法力 为自己所用 可是这个法宝是有副作用的 那就是有可能会让使用者 丧失记忆 而原本就是属于 小白师傅的武器 可是 上一次在接到命令车后 他就来到了宝青坊 进行改造 从我法器能力 虽然变强了 可是 却产生了副作用 最后 他们还是得到了线索 关于这个法宝的原主人的物品 而失忆的小白 就这样慢慢地 激动回到自己的脑巢 可是 他就被他的伙伴小青 给拦了下来 对方恶话不说 就对阿萱展开攻击 因为人类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敌人 也正是这场战斗 白色的记忆突然恢复了一些 起码能出入眼前的小青 是自己最好的姐妹 可是他们的相处 却还是不融洽 因为不管小白如何解释 小青都不相信 这些人类会有好人 于是 两个姐妹就常打了起来 有一些点法力 被法权给吸收太多 所以小白 根本不是对手 两人也意外地 来到一处密室 在这里 看到了正妖法阵 流失了所有记忆 在朗读石碑上的文字后 终于全部恢复 而他也终于明白 人类和妖 究竟是有多么大的 血液神仇 所以他很感觉阿萱 就将自己交给了他 而之后 正妖法正确也启动了 小白在四降寿中 被折磨得痛不欲生 好在阿萱懂得八本顿甲 才找到了出口 而他之中会把自己交给阿萱 是因为他明白了人妖疏图 所以不想留下遗憾 他决定跟随小青回去 可此时的阿萱 却在心中默默决定 他也要撑妖 所以他回到了保亲坊 和狐妖进行了交易 哪怕他撑妖也只能成为最低级的妖 并且无法修炼 一生一世都将当一个受人唾弃的妖怪 可为了能够和小白在一起 阿萱根本不在意 什么人妖疏图 给我一遍去吧 他接受了狐妖的改造 却不想此时的小白 正在面临国师徒弟的攻击 对方的法力完全不弱 甚至能够和两只蛇妖打得有来有回 还找到关键机会 将他们都给求进住了 而他根本就不打算通吃国师 因为他想独自吞食 两只蛇妖的法力 原来 国师修炼的功法就是和小白他们修炼的一模一样 眼看危机僵致 小白控制法栈打算偷袭 也就是在国师接触到法栈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的所有法力 都在反馈到小白的身上 也成功让小白减化到了另一个层次 而他在恢复所有记忆之后 开始打算绝导国师算账 改造完整的阿萱 发现自己行动非常迅速 而他赶到先前的破妙时 眼前已经是一处废墟了 在波段的寻找后 他总算看到了小白 可是他现在 真正成为了一只妖怪 但是阿萱依然不在意 可现在 小白要去捕蛇村 等待国师的到来 他没有时间跟阿萱 在这里纠缠 至于小白的师父 也得知了国师要来捕蛇村 他以为是叛徒小白回报的地址 于是 就让自己的小弟们 一起出去迎战国师 和阿萱 也在满不停蹄地赶到捕蛇村后 告诉大家 妖怪要来了 可是还没有等他能存名幸福的时候 国师一到 就结穿了阿萱的身份 所有人立马对阿萱比而远之 传统的思想 让他们对妖无比畏惧 可是 阿萱根本没有时间管他们 他告诉国师 自己可以阻止小白的到来 于是 国师就放了阿萱 可实际上 就是为了布下陷阱 当两妖再次相见的时候 阿萱让自己的内心都给表达出来 而小白也能够感受到阿萱的强烈爱意 可因为片刻的失神 国师发动了法阵 将小白小青还有阿萱都给镇住 他选择了小青 打算吸食他的法力 可是 小青身上早已被射下的烈阳林 因为 原本师父打算亲自收拾小白 可是小青初衷出来解释 这或许 都是误会 三年之内 会带回小白 如果没有 就会被师父射下的烈阳林 焚烧殆尽 此时因为国师的习时 烈阳林 转移到她的身上 虽然没有造成太多的伤害 可是 却起到了拖延的效果 师父也赶到了战场 和国师开始战斗 而小白也得找机会后 就突破了法阵 原本小白的师父 都不是国师的对手 可是 小青却找到了机会 利用法针 偷袭国师 从而让国师的力量 开始被师父吸食 在得到强大的法力之后 师父 就暴露了自己的本性 她也想像国师一样 可以统治世界 小青 小白 他们原本的功力 就是从自己身上 奔滑出去的 于是 师父就将小青 打回了原型 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力量 还将其他的所有蛇摇 都变回了最基本的模样 此刻 他终于彻底化形成为了驱蟒 看在眼前最后的小白 师父打算 也要吸收他的法力 而小白 也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法力 几乎要被吸食带进 已经无法维持 驱蟒的状态 除了千军一发之际 阿全激活了国师的法阵 以及 此不明诺的国师 用尽最后一口气 加强法阵 从而形成了一个 冰天雪地的阵法 在这里面的所有妖怪 灵魂都会被吸进黑洞 师父由于体积过大 早就已经魂飞破散 而阿全为了保护小白 不断用自己的体温 温暖他 就在以为两人都要一起死去的时候 赌兜 毫不忌讳地说出了人话 虽然村民也感到了恐惧 可是先前师父命令小弟 杀害村民的时候 是阿全奔不顾身救了他们 在赌兜的点心下 所有人 才想起了自己是人 他们有心 他们不能忘恩负义 于是 一起来到了国师的法治核心 众人 一起向他推翻 但可惜 阿全还是彻底地走了 为了能够让阿轩可以轮回 小白动用最后的法力 将阿轩的魂魄保留了下来 而五百年过去 阿轩 早就不叫阿轩了 白蛇因为发展的原因 又一次失忆 这 就是五百年前的记忆 在这里想起来之后 小白决定 无论他师父还记得自己 他 都要找到他 片名 白蛇缘起 自来岁已经给这不定 催到了一个高度 票房最后也得到一个很满意的数字 可是我依然无法忘记 当初看到的评论 哼 又是改编 它改成动画 谁会去看啊 谁不懂得发海和白蛇啊 那不就是白蛇传吗 可你确定这部动画电影 真的是你印象中的白蛇传吗 看过他的小伙伴已经很多了 之所以再拿出来讲一遍 只想给一些人说 其实白蛇真的不是你们所讲的那么简单 留意时间的问题 我无法将里面的情感全部表达出来 但是这部电影 不敢说让人落泪 可一定会让人救心 甚至更不会让人后悔 现在网上也有地方可以观看了 有时间的话 还请你们可以再去欣赏一下 动画电影 从来就不是单纯 给孩子们欣赏的 只不过 是另一种表达方式 我是少年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